宋湘公,鱼不可及。 秦穆公要想做霸主,可是秦国在西方离中原诸侯国很远,他得先收复临近的许多的小部族,然后再跟中原的诸侯打笑道。 除了秦穆公以外,宋国的国君宋湘公也要接着齐桓公做霸主。 齐桓公在去世以前曾经跟管仲商量过,把公子昭托付给宋湘公。 齐桓公一死,宋湘公就约会几个诸侯,共同立公子昭为齐国的国君,也就是齐孝公。 以前大伙承认齐桓公是霸主,现在齐国的国君还得由宋湘公来立,那么宋湘公不就是接着齐桓公做了霸主了吗? 不过这是宋湘公自个儿这么想,可是人家并不同意,尤其是楚国和郑国的国君。 他们联合起来,一同反对宋湘公,当面侮辱他。 宋湘公气得翻白眼,一定要报仇。 楚国是大国兵力强,郑国比楚国小兵力弱,宋湘公决定先去征伐郑国。 公元前的六三八年,宋湘公准备发病,宋国有两个出名的大将,一个叫公子穆怡,一个叫公孙顾,他们都反对出兵。 宋湘公生气了,他说,你们不去,我一个人去。 公子穆怡和公孙顾不赞成去打郑国,这会儿一看他冒了火,只好顺着他。 宋湘公亲自带着公子穆怡和公孙顾率领大军去打郑国。 郑国急忙打发使者向楚国求助。 楚城王马上派大将郑德臣带领大队兵马去对付宋国。 楚国人很会用兵,他们的大队人马不去,就郑国反而直接向宋国进攻。 这一招宋湘公可没提防,急得连忙赶回来。 大军到了洪水的南岸,那么洪水呢在现在的河南省的浙城西北,驻扎下来准备抵抗楚军。 承德臣派人来下战书。 公孙顾对宋湘公说, 楚国的兵马到了这儿,是因为咱们去打郑国,现在咱们回来了,还可以跟楚国讲和,和并,跟他们闹翻了呢? 再说,咱们的兵力比不上楚国,怎么能跟他们打仗呢? 宋湘公认为,楚国一向不讲道理,强横霸道,不能叫人心服,就说, 怕什么,楚国就算兵力有余,可是仁义不足,咱们尽管兵力不足,仁义可有余啊,兵力怎么抵得住仁义呢? 他就写了回信,约定交战的日期,他一心以为,空讲仁义就可以当大主,就可以打败强敌。 他做了一面大旗,上面绣着仁义两个大字,把他当作镇压妖魔的法宝似的,高情着去抵抗楚军。 万没有想到楚军不但没有给仁义大旗吓跑,反而从洪水那边渡到这边来了。 公子木一瞧着楚国人忙着渡河,就对宋湘公说, 楚军白天渡河,明明是小看,咱们不敢去打他们,咱们趁着他们渡到一半,迎头打过去,一定能够打个胜仗。 宋湘公说 哪有这个道理啊,敌人正在过河的时候就过去打,还算得讲仁义的军队吗? 公子木一一瞧楚军已经上了岸,乱红红的正排的队,心里急得什么似的,又对宋湘公说 趁他们还没有排好队,咱们赶紧打过去,还能打个胜仗,要是再不动手,咱们就要挨打了。 宋湘公眼睛一瞪,骂着他说 呸,你这个不讲仁义的家伙,别人家队伍还没有排好,怎么可以打呢? 楚国的兵马排好了队,一声鼓响就像大水冲塌的堤坝似的涌了过来,宋国的军队哪顶得住啊? 公子木一公孙顾还有一位公子荡,拼命保住了宋湘公。 可是宋湘公大腿上早就已经射中了一箭,身上也有好几处受了伤。 公子荡不顾死活挡住了楚军,公子木一保护着宋湘公赶着车逃跑,公子荡死在了乱军之中。 公孙顾带着败兵残将一边抵抗一边后退,楚军乘胜追击,宋军大败,资重粮草沿途抛弃,都给楚军拿了去了。 宋湘公连夜逃回了虽阳,虽阳呢在现在的河南省的商丘。 宋国人都怨他不该跟楚国人打仗,更不该那么个打法。 公子木一瞧着愁眉苦脸的宋湘公,问他说。 您说的讲仁义的打仗,就是这个样吗? 宋湘公一边理着花白的头发,一边揉着受了伤的大腿说。 依我说,讲仁义的打仗就是以德服人,比如看见已经受了伤的人,可别再去伤害他,看见头发花白的人,可别拿他当俘虏。 公子木一再也耐不住了,他很直率的说。 这回咱们打了败仗就是因为主公不知道怎么打仗。 要打仗就必须利用一切办法打击敌人,消灭敌人。 如果怕打伤敌人,那还不如不打。 结果,碰到花白头发的就不去抓他,那还不如让他抓去。 可是宋湘公仍然相信,这次尽管打了败仗,仁义还在自己这一边。 宋湘公受了很重的伤,不能再起来了。 他嘱咐太子说, 不过是咱们的仇人,千万别跟他们来往。 晋国的公子崇尔,挺有本事,手下人才很多。 他现在虽然在外面避难,要是能够回国的话,将来一定是个霸主。 你要好好的跟他打交道。 准没错。 请不吝点赞 打赞 打赞 in 赞 打赞 打赞 打赞